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欢迎收听岁月所谈。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深圳富婆先天不孕,突然被告知有个儿子,DNA鉴定竟是亲生,深圳富婆王宗琼先天不孕,期间也从未怀有过身孕,可在2008年的时候,她却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在电话中那人告诉她自己竟然有个儿子,一开始她不信。 还以为是谁打来的诈骗电话,甚至没有说话就直接挂断了这通离谱的电话,她连自然怀孕都不行,怎么可能有一个儿子呢? 但离谱的是,对方竟然发来了一张小婴儿的照片,王宗琼打开来看了一眼之后就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DNA检测后发现,那个孩子竟然还真是她亲生的,看着鉴定结果,王宗琼愣住了, 听着电话那头的催促,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男性身上的话,或许此时就会认为是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前欠下的那笔风流债找上了门。 可王宗琼偏偏是个女子,又怎会凭空多出一个儿子来? 王宗琼年轻的时候不仅是个肤白貌美的大美人,眉如远山,纯若红莺,美眸流转间,顾盼生辉,十分明媚。 而高挑的身材和凹凸有致的身材让很多男性看到她时都无比地流连忘返。 而她并不是那种只会打扮的花瓶,她还是一个十分富有经商头脑的实干家。 而她的丈夫也就是在那时,被她吸引过来,向她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王宗琼的事业心虽然很重,但她同时也是思想有些传统的女子,她渴望爱情的滋润,渴望家庭的温暖,渴望儿孙绕夕的快乐。 于是,当这位香港商人向她发起猛烈的追求,甚至为了追到她不惜花费重金,和她共度烛光晚餐,一起外出旅游,这让王宗琼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最终便答应了她的追求,和她洗劫连理,组建了家庭。 而丈夫在和她结婚后更是认为自己捡到了宝,凭着王宗琼独特的商业眼光,很快就将公司做大做强,甚至还开了分公司。 眼看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丈夫也提出让王宗琼不要再插手这些事情,安心在家里备孕的意见。 对此,王宗琼也欣然同意,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备孕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他竟然怎么尝试也无法成功。 两人结婚多年,即便是在房间里备孕时没有做任何的避孕措施,王宗琼的肚子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这让丈夫和他的家里人都十分着急,为此王宗琼没少尝试稀奇古怪的偏方。 但王宗琼的肚子就是迟迟没有动静。 眼看自己的年纪每分每秒都在变大,心情焦急的他甚至开始往医院跑。 然而,就是这一次检查,顿时将王宗琼打入了地狱。 他患有原发性的不孕症,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是无法自然受孕的。 而他的丈夫本身又是一个传统观念很是严重的人, 得知此消息之后,丈夫对他越来越冷淡,甚至有时候还会明朝暗讽。 而婆婆则更加过分了,她甚至会直接将自己的嫌弃摆在脸上。 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宗琼的内心每天都在承受着煎熬。 就这样,饱受公婆与丈夫冷眼的王宗琼,只好辗转各个妇科医院, 看有没有能够让自己顺利受孕的法子,毕竟谁不想要儿女福分。 可怀孕这件几乎是女性天生的能力,却在她这里失效了。 2000年1月份,对婚姻感到无比失望的王宗琼,只身一人回到了深圳。 而这时的她依旧不断地委托朋友帮她打听一下哪家医院可以为自己治疗这个疾病, 不为挽回已经失去希望的婚姻,只让她可以圆梦,当上母亲。 在朋友的帮助和介绍下,她来到了深圳的一家专制不孕不育的医院, 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还挂上了最贵的专家号, 而为她诊断病情的专家便是张希伟。 一开始,对于张希伟的一些比较私密性问题, 有些害羞的王宗琼并未如实告知, 可当张希伟进而提出王宗琼还是有怀孕的可能时, 王宗琼眼底突然露出了一丝稀迹, 往后张希伟所提出的任何问题, 王宗琼都视无巨细地逐一告知, 甚至连夫妻生活多少次也没有漏掉。 这让张希伟越听越震惊, 在看向王宗琼时,眼神里都透露着难以置信。 但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后, 张希伟心中暗喜,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王宗琼并非不能够做母亲。 在随后的一天, 张希伟便以私人的名义, 将王宗琼约到了当地的一家咖啡厅中。 我可以让你怀孕, 只要进行试管婴儿, 但我有个条件, 生一个属于我俩的孩子。 听到张希伟的这句话, 王宗琼有些难以置信, 自己和丈夫结婚, 这么多年都没有怀上孩子。 而且这些年, 他去了那么多家医院, 找了那么多大夫都没有办法, 张希伟怎么就这么肯定能为自己治好病呢? 对于王宗琼的反应, 张希伟并未感到任何尴尬, 随后他便解释起了自己对他身上这种病的理解, 还表示他这种情况还是能怀上孩子的, 只不过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办法, 而这种治疗方法无法在医院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里进行, 所以只能将他约出来, 为他提供这种特殊的治疗方案。 听到只要自己接受张希伟的方案, 自己就可以得到一个孩子, 虽然从他的自理行间得知了接下来, 对方要为自己提供的治疗内容究竟是什么, 但此时已经和丈夫没有了感情, 和婆家也已经撕破了脸的他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孩子, 他看着面前这位愿意为自己提供治疗的医生, 看着他清秀的相貌中还透露着一股英气, 举手头足间还带着一种优雅的气质,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丈夫能比的, 越看越觉得对方帅气迷人, 王宗琼便点头同意了。 接下来, 王宗琼便跟着张希伟走进了那间他特意为王宗琼准备的房间, 准备为他提供特殊的受孕方案, 但王宗琼刚一躺在床上, 治疗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有些接受不了了。 当时一时投热的他直接就答应了张希伟的请求, 在对方准备的手术室里接受了特殊的治疗方案, 但期间的痛苦让他有些承受不了, 甚至还发出了尖叫声。 但手术完成后, 满头大汗的张希伟看着他说, 手术很成功, 你回去休息休息。 张希伟为王宗琼提供的手术方案不是别的, 正是人工受精。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王宗琼确实不属于那种没有一丁点希望的存在。 而张希伟在发现后表示, 只要他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进行人工受精, 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但, 此时已经看上了王宗琼丰厚家财的张希伟, 却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那就是王宗琼生一个属于他的孩子。 在他温柔的陪伴下, 王宗琼仿佛忘记了痛苦, 而在第一次受孕成功之后, 他更是直接跟自己的丈夫提出了离婚。 这时的两人早已没有了感情, 而他的丈夫此时也早就对不能生育的王宗琼没有了感情, 再听到妻子竟然跟他提离婚, 喜出望外的他立刻就同意了。 离婚后, 王宗琼开始期待着和张希伟在未来度过一段甜蜜的生活, 开启一段新的婚姻,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一开始, 当他通过试管婴儿这个方法一连生下了两个女儿之后, 张希伟不仅没有跟他办理结婚手续, 甚至还在突然挽起了失踪, 在王宗琼寻找几个月未果之后, 看着家中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只好将心思投到家庭与事业上, 没有在意张希伟失踪的情况。 可就在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独自带孩子的生活之后, 2008年, 这个被深圳富婆却突然被告知自己有个儿子, 更让他感到意外的事, DNA鉴定竟然还是亲生的, 可这个孩子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王宗琼在挂断电话后, 突然听到女儿甜甜地呼喊他的时候, 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的王宗琼便联想到了自己当初找张希伟通过试管婴儿有了女儿的事情。 有了想法之后, 王宗琼便赶紧走到了当初为自己进行试管婴儿的那家医院, 当他赶到医院后查询自己当初剩余的受精卵的使用情况时, 却被告知他当初剩余的那些, 已经被一个张姓男子拿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王宗琼便想清楚了其中的前因后果。 原来,张希伟失踪之后, 竟然背着他取走了自己的受精卵, 随后又找了个女人怀孕, 生下了带有自己血缘关系的儿子。 结果张希伟就想要借助这个方法, 来向自己索要财物, 而为了防止自己被发现, 甚至还缩使婚姻不幸的他离了婚。 而当时张希伟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在他提出想要让自己给出财富被拒绝之后, 这才突然消失。 彼时看清楚了张希伟真面目的王宗琼, 在花十万元将自己的儿子结婚了之后, 越想越不甘心的他, 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其实,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赋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赋有赡养、 辅助和保护的义务。 陈某身为孩子的生理意义上的父亲, 理应对未成年孩子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而他却利用感情别有所图, 此举不仅已经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同时也涉嫌刑法中所规定的敲诈勒索罪。 更令王宗琼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当他上诉到法院要求一个公道之后, 张希伟竟然还凭空冒出了一个结婚多年的原配妻子。 其妻子在得知事情所有经过后, 也一直上诉要求离婚。 最终张希伟也因为自己的这些荒唐举动自是恶果, 不仅人才两空, 甚至还获得了锒铛入狱的刑罚, 得不偿失。 物欲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如果张希伟能够在其未谋其职, 以他当时的能力再继续深造, 定然前途无量, 可终究还是败在贪念中, 亲手将自己的好前景毁得稀碎。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喜欢,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